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 哥 你干嘛 我给伯哥打电话 我这 抓人就完了 我把重要的东西放在货备箱 钥匙还在老地方 车我会停在圆桌对面的停车场 你取到车之后 保护好里面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好 我知道了 干嘛 你们两个就是我刚才在电话里说的 有重要的东西 进去躲一会儿 用不了多长时间 老鹰会来接你 为 为什么 老鹰说我上信 我现在他马上回圆桌 一会儿接你们的人来了 你们俩就安全了 手 嗨吧 我们不是朋友了吗 我觉得这绑有点 不是 那 你 你压我头发啊 不要动 不要动 这事我也没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不回来 你再不回来 你就被当成内鬼了 我这是帮咱爸进的货 不是 我把车停对面仪式大厦里面 对啊 放在那儿被人偷了怎么办 反正你就跟申哥说一声 我很快就过去了 风哥是不是到了 我看上他车了 我直接借他车不就行了吗 你帮我跟风哥说一声 风哥 阿四想要你的车 他的货确实太多了 车上放不下 行 那我把车开过来 不不不 他有你的备用钥匙 你就不用过去了 好好好 对 我帮 我 你在干什么呀 怎么那么久啊 你帮我来帮我们解开 不好意思啊 赶紧扶起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用那么紧张 好凤 咱们见过 是吗 说真的你完全不像 看不出来啊 什么 不是 我知道他不是绑匪 他不是警察 说谁是警察的 是不是想污蔑我 别别别别别别激动 喂 风哥 我没想好人 我知道 你把他们两个绑着干嘛呀 你知道是谁吗 可 我说实话 你把宫里和那娘们绑一块了 阿四 他俩说我想亲手交给老大 别跟我抢啊 你知道那女人是谁吗 我知道 阿四 阿四 哥 你可算来了 你我 快帮 哥 正好我给你商量个事 你看 咱家现在 穷啊 没办法 最近警察管内言 也卖不出什么货 我也没赚上什么钱 是我笨 我不知道要接私活 但是老头在家天天被人催账 眼瞅就快穷死了 哥 行行 咱俩就肥水不流万人田 一家便宜两家占 你看行吗 我说白点 就是你把人给伯哥 就是说是咱俩一块抓的 这样我能领点赏钱 回家卖点好的 哥 我求求你 行不行 阿四 咱俩是兄弟吧 那肯定是 我能说不吗 谢谢哥 哥 谢谢谢谢 来 站站站站 好你 伯哥那边现在催得紧 抓完多耽误事啊 这样 先把他俩关起来 咱俩先回去 不是我直接给伯哥打电话 叫他来拿人不就完了吗 这麻烦干嘛 阿四 怎么了哥 不是哥你干嘛 我给伯哥打电话 我这抓人就完了 下车 快快 下车 下车